火烤 ALLLLLAMM 然後再來 上...欸應該是前幾天吧 終於去看了天氣之職 天氣之職 來介紹天氣之職 說老實話我這幾天是中毒的狀態 一直沈浸在那個裡面 一直沈浸在那個裡面 就是當我那個什麼 就是在忙完的那個什麼 閒暇的時候腦袋裡面都是 天氣之死的歌 他真的還蠻毒的 你知道嗎 那個女孩子唱 一首只有兩分鐘的歌 預告片前半段的那一首歌 是後面的還是前面 對 他的副歌很厲害 對對對 好 我來唸一下 劇情簡介 把他調整到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對 好 最近的那個什麼 Yahoo的那個劇情簡介啊 都越來越偷懶 越來越懂 這樣也好啦 這樣也好 不會有什麼奇怪的那個 沒有啊 但是有的時候看奇怪的東西也是 也是有趣的 他們可能估計說這部片不用寫什麼 也會有人去看就 沒有 那要看他們的那個發行公司 是不是提供給他們的稿子 是怎樣的啊 喔 那還有那個我覺得這邊 還有電影部門的電影部門 有沒有去整理這件事啊 那就是發行商 對搞不好他有在聽 夜未眠 然後被 越寫越少啊 最後就說 欸這只是一部電影 我沒辦法唸 好 來唸一下 高一那年夏天 梵高 提虎虎太郎配音喔 離開位在離島的家鄉 獨自一人來到東京 結局的生活 迫使他不得不找份工作 欸 最後 來到一間專門出版奇怪超自然刊物的出版社擔任寫手 不久 東京開始下起連日大雨 欸 彷彿暗示著梵高不順遂的未來 在這座繁忙城市裡 到處取材的梵高 卸購了與弟弟相依為命 不可思議的美少女楊菜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還是自己有寫吧 沒有人心中獅好多喔 心中獅 對 也沒有到目前為止有點歪 但是好像也都沒有偏離啊 等等就會放晴囉 嗯 楊菜這樣告訴著梵高 不久 頭頂的烏雲逐漸散去 耀眼的陽光灑落街道 原來 楊菜擁有改變天氣的奇妙能力 哇哦 呵呵呵呵 沒有為什麼被他寫的好像 呵呵呵呵 好吧 欸這個 大家有去看嗎 我這屋我還沒看 看來這一次好像 遇得到我 我覺得我還蠻推薦你可以去看一看的 好啊那 呃 欸 陳佑有看過嗎 我有看我看 好陳佑你先講 我先講 嗯 好 像 嗯 其實 應該不用說 呃 新海城在這幾年啊 突然 被 台灣的那種大眾啊 所知 應該就是 呃 前幾年的那個 你的名字 嗯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都 看過新海城再更之前的作品 我們都知道 其實欸你的名字跟 新海城以往的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嗯 那 我自己覺得啊 你的名字啊 這個故事厲害就厲害在 好 他講的 很 嘿 盡善盡美 嗯 怎麼說就是就是你 呃 認真去檢視這部片的話 基本上 沒有 講故事上面啊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 你會覺得說好像這邊要加強還是哪裡改一改會比較好 嗯 換句話說就是說 呃 我覺得覺得這部片只是 有這個水準 你可以說欸 他呢 接近完美 而且有點誇室啊 但是就這種感覺 就是說你不會覺得說這部片 哪裡有什麼地方 會覺得說好像 喔 是不是不太好 因為有的時候會這樣嗎 例如說 我們看 水行俠 也許他可以給我們很娛樂 但是我們會知道說欸 哪個部分 他可能呢 要補強 或者說他因為要往那個地方 走 要往娛樂的方向走 所以故事上不能講的很細 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你的名字呢 基本上還好 所以可以把它形容成一個接近啊 盡善盡的故事 嗯 好 那 所以啊 呃 各位應該有注意到網路上的一些風向 就是說很多人在 帶著你的名字的這個印象跟期待 進去看天氣之子 對出來就有非常的那個 有點大失所望 對啊 對啊 那其實 你 講故事啊 塑造人物啊 這種 這個方面來講 我自己看的時候我也覺得 嗯 天氣之子 好 並不是講一個盡如人意的故事 就是說今天 嗯 我們看到天 你的名字裡面啊 最後呢 那女主角呢 在東京又重新相遇 然後他們呢 又好像突然想起對方了 你會覺得說哇 很棒 大家都嚮往這樣的一個結局 嗯 對不對 但天氣之子的故事顯然就一樣 嗯 好 那 呃 並不是大家 期待的這個最好的結局 或最好的發展 所以呢 很多人就會 不能接受這個故事 這等一下可以提到 好 但是我必須說 喔 雖然天氣之子 並不是一個 我們會覺得說 哇 很厲害的電影 就是說故事上 他當然他的畫風 是那個 不用說的 但是故事上 他並不是一個厲害到說 喔 可能像 心急效應啊 或是說像什麼 怒然的片那種 這麼厲害 但是呢 看著看著還是 還是流下眼淚這樣 摸摸的 眼淚就流下來了 好 那 有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那個 大家的歌真的太好聽了 哈哈 對啊 那首歌 我 我在 他上映之前 我每一次在影院裡面 看到前面他放天氣之子的 預告片啊 然後那首歌一出來 配上那個畫面 那個剪輯 好 我就已經會 有一種快要熱淚盈眶的感覺 所以很明顯這首歌寫得真好 就是他 他的那個旋律非常的可以讓人 熱血激養啊 很能帶動情緒 嗯 對 基本上你一個 呃 影像啊 你如果有一個好的配樂 進來的話 就可以 有個 齁 先 先拿穩四成了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讓對 宮崎駿齁齁 或是說 那個 John Williams 對斯皮柏來說這麼重要 對 因為如果光有厲害的 故事或是 光有厲害的這個 畫面的話也許不夠 那 歌 音樂是一個畫龍點睛 去搓中觀眾情緒的一個關鍵 那 這 這部片他的音樂做得比 你的名字都好 這樣子 所以呢 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 嗯 觀眾的情緒是被音樂在帶動的 嗯 那再來是 他的畫面真的畫得非常好 就是他裡面通常都是在 看到那個 陰雨綿綿的城市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女主角呢突然 站出來 開始祈禱 欸 然後天空就波雲見日有沒有 天空就破了一個洞 然後呢就 藍色的天 然後陽光照進來 然後就會有那個 Lens Lens flare 嗯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七彩的光雲 這樣灑滿城市 就是哇 真的是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令人激動啊 所以他裡面提到一個很有 很重要的點啊 就是說他說天氣其實可以 很 大一部分的影響 人的情緒 嗯 那 他就是用 畫面 來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他畫了一個很絕美的 一個 這個 那個 雨過天晴的畫面 大家真的就是 欸 有被感染到也覺得哇好棒喔 很嚮往這種感覺 嗯 是啊 那 其實回顧以前我一直覺得 新海城他的電影一直都是以 這個 畫面的美麗啊 鑄成 例如說 秒45公分嘛 他就會一直強調那種 曠野之中啊 細晚霞的這個天空 有沒有 有雲啊飄過去 或是說 你的名字啊 他就會特別去把那個 彗星飛下來 然後後面拖曳的那個 那個 彗尾 然後裡面有 那個五彩光 光芒這樣子 他就強調那種美麗 對啊 那 在 呃 天氣之子呢 這是 看那個 喔 突然 陽光灑在這種 東京裡面的那些 可能 大樓上面的玻璃啊 反射出來的光啊 或是說 喔 飛到那個 天空上面看到那個 雲啊 在那邊 湧動啊 那 其實 觀眾的感情就很難不被 電影去感染啊 其實 還蠻震撼的 那個畫面 那再來最後呢 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 這部片 我覺得 故事講的 並沒有特別 完善 可是還是可以讓我 流下眼淚 嗯 就是他講的 不是 他是講說 這個 男孩遇到了 呃 這個 情女嘛 就是女主角 有這個 讓天氣變清朗的能力 然後他們因為生活都很苦苦嘛 就開始 讓 女孩用 靠這個天氣 嘿 來 賺錢 我們就去那邊幫你祈禱 讓你們那邊的天氣變好這樣子 好 但是後來發現呢 欸好像 那個 一直改變天氣會出問題 好 那 故事就告訴你說 這時候 男主角就要選擇了 就是呢 欸 你呢 要 就是 犧牲這件事情 跟 跟女孩子一起 好 在一起啊 然後一起改變天氣 還是呢 好 你呢 要讓這個 讓改變天氣的代價 就是 持續擴大 這樣子 就是變成說 你要在你心愛的人 跟 呃 這個世界 之間做一個選擇 那你如果選擇心愛的人的話 好 旁 其他人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對啊 那 他 故事裡面就在告訴你說 這個男孩呢 他呢 這其實可以爆雷對不對 就是去 爆吧 就爆吧 就總之這個男孩就是 他呢 選擇了他心愛的人 然後呢 他呢 為了這個女孩 奮不顧身的去追追愛 這樣子 那 呃 很多觀眾啊看到這邊就突然 無法接受了你知道嗎 嗯 就是那時候我在電影院裡面 我跟我朋友看都是 看著這個 熱淚盈眶的啊 然後有點非常感動 嗯 後面的人就笑出來了這樣 後面的 那種 可能學生男孩吧 就突然講說 幹這什麼故事啊 就是 很多人他們 因為 因為最後很政治不正確啊 呵呵呵 政治不正確 就是最後 呃 沒有就是這個東西違反 違反很多我們目前覺得應該 是正義的事情 他這個決定 其實有點違反人心啊 就是當你突然知道說 嘿 這個主角的 這個選擇 代價是這麼大的時候 嗯 而且會影響到別人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說 欸你好像 那你就不夠愛人家嘛 對對對 對啊 你好像就是 嗯 因為通常啊 我們看電影裡面 知道 最容易感動人的這種 是犧牲嘛 就是說我雖然有一個什麼什麼 可是呢 我呢為了大局 有沒有呢 所以我最後呢 就犧牲我自己個人的這個 這個意願 然後顧全了大局 好啊 這時候大家就會突然很熱血 非常覺得很感動 嗯 就是電影裡面最常做的事情嘛 講說要顧全大局 那 天氣之子呢 剛好相反 他就說 欸大局什麼的我不管啊 然後突然很多人就無法接受了 對 可是 有趣的是 這也是我覺得 這部片裡面啊 最讓 我 可能還有我朋友吧 最讓我感動的 就是說 我們常常嘲笑那些 好 為愛犧牲奉獻的人愚蠢啊 好 像我們可能會 笑那個男孩嘛 那你怎麼為了 這個女孩子 好然後呢 這麼這麼拼命幹嘛 你很笨啊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 心裡啊 其實有某一塊 也偷偷羨慕這種 很浪漫的人 嗯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 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 為此 而投入 然後呢 不顧一切 甚至呢 不惜與全世界對抗 其實這是非常 這是我們辦不到的 然後我們其實也 羨慕他們有這種目標 跟這種勇氣 去做這件事情 好 嗯 然後呢 所以 所以很有趣喔 雖然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 那這樣子這個女生有 一個男人這麼愛她 也不錯啊 可是我們羨慕的不會是那個女孩 我們選我們的是男孩 為什麼 因為呢她呢 可以誠實面對的 誠實的面對自己 就是我真的想要什麼 然後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是不敢的 有沒有 例如說 可能我誠實的面對自己 我想要 靠這個寫作為生啊 但是呢 我不敢嘛 因為呢 有太多 人要面對啦 然後呢 有很多現實狀況 所以呢我們呢 都跟現實妥協了嘛 對不對 那 這男主角就沒有跟現實妥協 然後突然呢 對我而言 好 欸這突然是一件 超級無敵浪漫的事情 然後我突然非常非常羨慕這個人 好 她呢 誠實的面對自己 我想要這個 我想要跟女孩在一起 所以其實她代價我的不顧了 好 不會啊 我覺得這 我覺得這很寫實 真寫實嗎 對啊 你那個 對啊 那這一點其實是一般人很容易會去做的事情 對啊 北極熊跟女朋友你選哪一個 對啊 你要你要拯救北極熊還是要得到女朋友 今天 好 她 的那個代價並不是北極熊 而是 而是人嘛 對不對 那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會 有點猶豫了 嗯 好 我覺得比較好的比喻是 例如說 有時候別人會問說 欸你要餓肚子做你想做的事情 還是 你呢 有機會可以 不用餓肚子 但是做的是你不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 有那個 而且呢 如果你選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話 旁邊的人會 一直閒言閒語 那我自己的 的經驗是 你很難 好 去 很難有那個勇氣去 對抗別人的閒言閒語 好 然後去面對這種現實上的困難 對啊 像我之前的經驗就是 例如說有一件事情 好 我跟我父母 可能呢 想法 不太一樣 那就說我想要這樣子 他們就說他們想要那樣子 結果 那個禮 那 那一個禮拜喔 好 他們就每天打電話來 開始 苦口婆心的勸說 好 然後一個禮拜過後我就投降了 就說拜託不要 好 不要再這樣子了 我聽你們的 哈哈 這聽起來有點鬧 但是你就知道這是 所謂的 哦 輿論的壓力 就是說我們人都是群體性的動物 我們很難去 嗯 對抗群體 然後做自己想做事情 好 舉一個例子最簡單啊 就是說今天 你不會再 你知道那個 因為公車要招手的嗎 他才會停車嗎 捷運不用嗎 嗯 那你會不會 敢在捷運站裡面 就看到車來就招手 好 嗯 這沒什麼不行啊 你想招手就招手啊 為什麼不能在捷運站裡面 這樣回手 這樣招車 嗯 可是大家不敢 因為呢這違反 某一種群性嘛 你會害怕別人的眼光嗎 嗯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裡面 好所以讓我就是 非常 看起來就非常振奮的 就是說 他其實 這個男主角 因為有這個勇氣 為了愛 然後呢不去管那種眼光 好 然後這是一種誠實 這是 這也是第三個我 看了之後會感動到流淚的原因 對 好那 呃 雖然天氣之子啊 不像 你的名字這麼 這麼近乎完美 而且呢這部片其實有一點回到 早期那種小說式的那種 就是 敘述方法 有沒有就開始 可能 有一些 人物的內心 內心獨敗就出來啦 然後呢可能呢 故事 步調會放慢啊 讓你看他們的生活啊 或是讓你看他們在 這種狀況之下的處境啊 有沒有 像他在講說 男主角 呃就是 到東京然後生活很痛苦 嗯 對不對 前面其實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鋪陳 這件事情 嗯 對啊甚至 有人就覺得說 欸怎麼前面 講的這個 男主角在 東京求生存的 這個 這個故事 跟後面要講的 其實沒關係 對啊 那而且呢他呢 其實這一次講的 情感也 更外放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邊好像 不用講出來 有沒有例如說 欸 那個 男主角跟女主角 重逢 好 之後 這時候突然來了 我們就覺得哇很美啊 很棒啊 之後突然男主角呢 也有一段獨白 嗯 就把他在想什麼 或是說我們現在 感覺到什麼 講出來了 然後你突然就覺得說 欸 其實我知道你 不用講出來這樣 一講出來那種 嗯 隱晦的美感就沒有了 好 所以他 他情感更外放 然後呢 也變得更一廂情願 嗯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 呃 感覺起來 天氣之子 似乎要走出 大家對 你的名字 那種期待 他想要試圖做出 不是在複製你的名字的作品 對啊 所以呢 我個人也 覺得說 欸 他的這種直白啊 然後他在講故事上面 他呢 挑了一個並不是大家會 期望 或是 會 樂意見到的一個結局 好 使得 這 這個大成若卻變成天氣之子的 特殊之處 好 然後呢 所以我 我們並不會覺得說 天氣之子是一個 嗯 很厲害很厲害的作品 可是呢 我們都會被感動到 好 嗯 對啊 我 前幾天還跟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人 在聊 他就說 他看到的不是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嘛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嘛 一個五六十歲的 的老男人 就是說他看到的是 小麗群配音的那個角色 嗯 就是說欸 在裡面呢 有 一個對比 就是小男孩 跟一個男人 嗯 然後那個男人是怎樣的 那個男人是 他呢 呃 應該是 老婆過世了 然後呢 他的女兒呢 寄養在外婆家 嗯 然後呢 因為外婆對這個 男人非常的不滿意 嗯 所以呢 這個男人要去見他的女兒 變得 變得非常的 嗯 困難 好 然後 我們就在討論說 其實他跟這個小男孩 就是一個 對照組 就是呢 為什麼這個 男人 前面他要去見他女兒 這麼困難 甚至自己有一點 不敢去見他女兒 於是就妥協了這個 女兒一直待在外婆那邊 就是因為 這個男人他已經是個大人了 然後他呢 去那種 不顧一切 然後呢 去追著自己 執著的失誤的那種 勇氣 好 已經被消磨光了 所以就有一點 呃 就 你就就這樣子吧 然後有點自我放棄的 這種 頹廢的感覺 因此呢 他呢 在看到 男主角為了見他心愛的人 這麼拼命的時候 突然小麗璇這個角色 他被感動到了 然後突然說 好 我支持你你去吧 嗯 嗯 嗯 對啊 所以他這個設計 他是有一個設計巧思在裡面的 所以為什麼 我在想 為什麼他要找小麗璇來演這個 看起來是配角的人 就是因為其實 這個角色 在裡面是有 這個關鍵性的作用 他呢 更加去 強化了這種浪漫的情感 嗯 去去把他正 正像化 嗯 就是告訴你說 好 這樣追求自己所愛是好事啊 這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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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的事情 大家其實 都是如此像 可是也許很多人不敢怎麼承認而已 嗯 所以我看完之後其實還蠻感動的 嗯 雖然我知道這部片 也許很多人看完之後就無法接受 還好 很喜歡 大家 大家都太 我覺得啦 就是如果你會不喜歡這一種東西的話 有的時候你可能是被你自己 心中期望要看到某種東西 對 對 對 怎麼可以不照我想的眼 是 是 我來講我 你還要補充 目前沒有 我來講我那個 其實我覺得新海誠 現在改變了 其實 呃 我看新海誠也沒有看很多 但是至少在你的名字之前我就有在看他 是 就秒數5公分 跟雲子筆端 約定的地方 對 那 但是說老實話 那個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看雲子筆端我會有睡著 對 就在家裡面看著DVD然後就 就睡了這樣子 但是我得承認他拍東西真的非常漂亮 嗯 對 但是 以前的新海誠跟現在的新海誠其實是 不太一樣 嗯 我都覺得其實以前的新海誠非常非常的窄 對 他就是 我覺得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我覺得以前的新海誠 在你的名字之前的新海誠他的 講故事方法是講給自己 講給自己看 有一種這種感覺 對 他就是 我都覺得他其實也是有點那種王家衛 style 對 他在講自己的心聲 就是他的角色從來在電影裡面沒有什麼跟人家對話 嗯 很喜歡自己講話 然後跟別人就是當旁邊的人跟你 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 哦 還沒有啊 怎樣怎樣這樣之類的 對 在那之前幾乎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他的女朋友 跟他互相愛戀的男女 有沒有對話過 幾乎沒有對話過 對 就是比友 要見面見不到面 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故事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之前我記得我在寫你的名字 就是在聊你的名字 我沒有我沒有真的寫影品 在聊你 因為我在看動畫其實一直以來都比較喜歡 退的更後面欣賞這樣子 對 沒有特別要寫 你知道嗎 不過他最近的電影是越來越可以寫 就是 呃 但是呢 我那時候其實 算是在開玩笑說 心腸神有之前有一個訪談 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他回答說 他當然沒有交過女朋友 不然怎麼寫得出這種東西 但是呢 我覺得這裡面也曝露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其實 他的故事其實是一個單念的故事 是 他的他的東西一直以來都是在講單念這件事情 嗯 對 但是這一點在你的名字開始之後 慢慢的改變 嗯 對 在之前他其實是一個 不知道要如何跟女孩子講話 那他想像中的女孩子也不知道 怎麼跟男孩子講話 所以都講給自己聽 然後自己講給自己聽 然後越想越浪漫 在此時此刻的你在幹什麼 有沒有 我在做什麼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有沒有 他他很喜歡講這種東西 或者遠遠的看著對方 然後都沒有去跟他講話 然後是愛戀於自己的浪漫 自我的浪漫 然後可能這時候就看著桌上的手機 看著窗外的花朵掉下來 然後那時候那個他的進屋就會把他 畫得非常非常的美有沒有 他為什麼會去修飾這麼多特寫是因為 這些人的眼光 都是在欣賞這個世界的美 但是這世界的美其實多半都是那種 你你要安靜的時候你才會感覺到的東西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麼 他的那個景觀為什麼會拍得那麼漂亮 這些這些角色的視角就是這樣子 他是 他是 很窄的 所以當他安靜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去欣賞這個世界的美 然後等著一支鉛筆放在桌上 看起來好漂亮 對 為什麼你沒有在跟人家交涉 你再注意這些 物體 你才可以享受到物體的美麗 對啊 那可是從 我覺得啦 應該是說從你的名字之後 他開始學會 怎麼跟大眾對話 他的角色開始會跟外面的人講話 這一點都是喔 而且但是這裡面應該是說 你可以說他 充彈了以往他的他的風格 但是我倒覺得你可以從另外角度看是他開始找到一個新的 新的屬於他自己的風格 對就是 像你的名字其實 跟以往的他所不一樣的 我那時候就會講說他其實 反而更接近 嗯 細甜手一點 然後 可能更接近 會突然間再多一點攻擊軍的 style 那 他攻擊軍的 style 他的幻想風格 來自於攻擊軍 就有點像攻擊軍的東西 這次也是啊 天氣之子的那個 的水精靈 其實是還蠻 蠻有那個攻擊軍 style 對 對 對 那那個你的名字裡面的那些 香香甜香野的那個什麼 遠景圖其實也很有一點攻擊軍的味道 嗯 對 可是呢他的奇幻跟他的生活感 其實有一點來自細甜手 有一點細甜手的味道 對像那個穿越時空的少女 你會覺得是你的名字有一些故事感覺起來有點像穿越時空的 他們的生活 你的名字那個女孩子的生活 有點像穿越時空的少女的生活 一直跳躍 然後一直一千片段讓你先喜劇片段 這樣子 對 然後 可是呢 有一點是他跟另外兩個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與流行音樂元素的結合 是 對 那 這是這應該是新海城的特殊之處 其實 你會發現新海城的故事 非常的都會 他的他是他是一個非常 就是一個居住在都會的一個創作者 所以他的故事裡面其實常常都是住在都會裡面的人的故事 雖然裡面有鄉下 雖然裡面也有鄉下的故事 但你會發現鄉下裡面的人總是非常嚮往都市 對 三葉呢 很喜歡都市裡面的蛋糕 對然後 天氣之子裡面的這個男主角 想要去東京 對 哪怕東京呢 是 英語連綿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人 人很可怕 但是他還是如此嚮往 嚮往都市 那 這是他的特 這是他的特質喔 他是城市人 所以他可以看到城市中的美 無論是城市當中的那個某個地方清醒澤那邊然後 有一顆櫻花樹什麼 他會寫這種東西在裡面 對 那 這跟我們平常住在都市裡面不一樣 我們其實有的時候有一些故事會寫說 都市很糟糕啊 然後我們要到鄉下才可以獲得平靜有沒有 我們一個非常非常常常有的故事啊 就算是海角七號也這樣嘛 對不對 我操你媽的台北 然後我要到南部 南部人才是好人 對不對 但是 他的故事是反過來的 他喜歡都市 他覺得都市有都市美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都市有非常多的都市景 然後他把它畫得非常非常美 那天氣之子也是啊 天氣之子這一次更是特別的在都在東京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歌舞伎丁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新樹啊 然後或者秋葉原之間地方 然後他把它畫得很漂亮 然後呢 而且這一部 這一次我覺得技術面的成目層面是來自於 他要描繪雨中的都市 然後雨中的都市的美 所以這部電影裡面的那個下雨天是無時無刻的 都沒有都是在下雨的 幾乎都在下雨 然後你會看到那種各種那個什麼下雨天裡面的都會景 很漂亮 對 可是呢 我同時也覺得 新海城 他住的地方應該很少下雨 要不然他就不會把下雨描繪成這麼浪漫的地方 對他沒有他沒有感受到下雨的痛苦 對他沒有他沒有淋過雨啦 因為他的他的畫風 跟他的講故事方法是一種 坐在咖啡店裡面看著外面的那種 那種 就是 啊那個好有情調好美喔 可是我是感人 所以我才有欣賞這個東西的魚 我自己在看天氣之子的時候也是有這種感覺 我在很舒服的一個劇院裡面看著他們在淋雨 那這些人好像對於淋雨這件事情都沒有感覺似的 很像那個大叔他 大叔在有一場戲不是淹水了嗎 對然後他他家不是住在地下室嗎 對然後他看著窗外不是有水嗎 他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把窗戶拉開讓水流進來 這不是我們會去做的事情啊 我們如果看到外面淹水 我們怎麼可能會拉開窗戶上水流進來呢 但是新海城裡面的角色會 為什麼 因為新海城裡面的角色不覺得下雨是個問題 因為如果因為我看到那部片的時候 如果我要要我出戲 我會想到非常多現實生活中會面對的問題 你會有皮膚病 你家裡面會發霉 你一定會非常討厭這種狀態 但是裡面的人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啊 其實我覺得新海城他找到了新的方向啊 就是都會愛情 都會然後流行音樂元素 很潮到非常摩登 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變成 大眾喜歡的元素 因為今天如果你描繪的題材是 非常人文的 那你可能會 你可能其實好像可以站到政治正確的高點 但是其實你到最後其實不會很大眾了 然後這基本上是文青的小清新 對他 新海城所注重的故事從來都不是什麼大是大非 或是愛護自然 他他所注意的點全部都是小情小愛 對但小情小愛有什麼不好他其實很他把小情小愛描繪得很熱心 我覺得你如果要去幫他暗殺一種類型的話他就是所謂的純愛熱血電影 熱血純愛片 真的是熱血純愛片 對就是 尤其是這部片我不是說我被我被那個音樂讀到嗎 就一直在聽那首歌為什麼 因為那首歌非常非常的熱血 然後他大聲幾乎然後再講什麼 我們我們相愛吧 對我從遠方來到這個地方 就為了與你相遇到這個歌超熱血的 然後就合唱 大家合唱然後唱出這首歌 對 這純愛熱血電 那 而且這個純愛熱血電影他找到他自己的方向是漂亮的畫面 然後 非常流行化的音樂 然後呢 非常 小清新的故事劇情 那 看完回來我當天就是 直接寫一寫一個住腳 這部片 的主子是什麼 這部片的主子叫做輸了你贏的世界又如何 對對對 其實這個東西 文青為什麼最愛 因為文青其實沒有 其實我覺得啦 好啦我這樣講其實也不是很那個 好像一有所知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日本能夠大賣座並不是說那些賣座的人全部都是文青 不是不是不是 賣座的人 會喜歡這部片的人 不是真文青 全都是假文青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真正的文青 我這樣講其實是很不公平 就是他們 不是那種很 瞭解 很專嚴那個藝術的情境或者是 或者是我要去了解生命的意義的這種人 不是 會去瞭解這種人的文青 他就可能會變真 就變成那種迷霧森林18年那種 那種 會不會跑去海邊去搶救 回去搶救海豚 然後回去擋那個補金船 怎麼之類的 這樣我還真的是 對他們他們是那一種真的是老專到那種 然後非常相信這種事情 而且到處去跑活動的絕情 對 但是呢 喜歡新海城的人 他才不在意這種事情 他在意是他身邊的美好事 小事物 嗯 哇 所以 為這也 這也難怪 為什麼這部片到最後會是這樣子的結局 很明顯 因為 輸了你贏的世界又如何 我不在意這個世界 要改變什麼樣子 我在意的只有我愛的人 他要成為 那個什麼 他要跟我在一起 但這部片其實也有一點點很有趣喔 其實我覺得他 這個劇本其實是寫的很不錯 有影射喔 影射 這個男主角 他為了追尋陽光 到了東京 那 當他遇到那個女孩子的時候 那個給他一個漢堡的女孩子 對 然後 他 這對這個女孩子產生了嚮往 那 當他遇到那個女孩 再次遇到那個女孩子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在幹嘛 他可能要被抓去圓交了 嗯 對吧 那 這個男孩子 從皮條克眼中 的手中 搶下了這個女孩子 然後 真正的女孩子生活 但是接下來他做什麼 他利用這個女孩子的能力 然後呢 為他們獲得了幸福 對不對 他們 他變女孩子情女嘛 對 所以他是 販賣這個女孩子的能力 讓這三個孩子 然後他的弟弟 然後他 還有那個男生 三個人能夠獲得快樂的生活 但是呢 這個快樂的生活是 透過販賣女孩子的能力 而獲得 那 請問他跟皮條克有什麼不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為什麼他會遇到皮條克 然後那個皮條克基本上在賣那個女孩子的零肉嗎 對不對 如果去 如果那個 楊菜 跟那個男生 男孩子沒有去救那個女孩子的話 他如果沒有去救楊菜的話 楊菜接下來 的行 行為其實 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一樣的 對 那 可是到最後其實他在批判這件事情 你要透過販賣這個女孩子 然後讓世界獲得幸福嗎 這太不公平了吧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大家覺得不爽 可是其實大家都沒有發現自己不爽 可能有問題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狀態 你 你為什麼覺得楊菜必須要犧牲自己 對啊 你為什麼覺得你要犧牲你 就是 而且那還不是犧牲男生的幸福 是犧牲女生的幸福 對啊 你有的時候覺得說 男孩子為什麼那個 要去救女生 男孩子不去救女生 男孩子才不是英雄 對不對 你犧牲了別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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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了全世界 然後 而且這件事情 不是犧牲你自己 你是犧牲別人 對 羊菜 是犧牲羊菜 不是犧牲 你少掉的部分 只是你沒有辦法再跟他在一起而已 你思念著他 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為什麼 小力群 演的那個角色到最後會有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大 陳佑奇是剛剛有講到這一點 你知道 小力群演的那個男人 他其實就是犧牲了他自己 因為注意到他 雖然說 他太太死掉了 他太太死掉了 應該是死掉了 對 他太太過世了嘛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過世 留下了孩子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想像成是不是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那個訊息 我其實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 為了要生這個孩子而犧牲了那個媽媽 那你們注意到這個女生又被犧牲掉了 對 所以當最後為什麼在那個 他也就是說小力群這個角色其實一直有一個巨大的傷害 他其實一直很悲傷 所以當他其實就是已經習慣與悲傷共處 所以他其實就是這樣子過日子就是變成大人嗎 對吧 那所以當那個警察說為什麼你眼睛開始在為什麼你你還好嗎 為什麼你哭了 對 那 為什麼因為他其實很痛苦 所以當這個男孩子其實不過那個什麼 當男主角所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其實還滿日本日本動畫套路的 不管是活影忍者啊 不管是活影忍者啊 不管是海賊王都是類似的都是類似的套路 對 就是 男主角看到女男男主角看到孩子 這麼為他自己想要做的那個事情 去努力 他可能會想到說他自己從來 可能放棄了什麼 所以他在那一瞬間他願意去幫他忙 對 對 他小老婆是車禍死人 OK 好 那就是我沒有注意到這個訊息了 但是我其實覺得說 他這一段 就是那個大人覺得說如果有一天他可以做點什麼的話 他其實是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 所以為什麼 像陳佑剛剛講到說那個什麼 他 遇到的那個什麼 成年人 你知道嗎 看到的角色都是這個角色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也在看這個角色啊 因為這個角色跟我們比較多重疊 我們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上面的問題 就是 你 你想要做一些你的理想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理想的事情 你好像不成功 你們注意到他們所找的那些 都是失敗 他們去找到的那些案子到最後都沒有那個 都好像被被槓掉 雖然說過三年之後 他好像成功了 過三年以後他到了比較大的那個公司裡面 但他辦到比較大的那個 辦公室裡面 對啊 但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成年人之間都有一些那種 為了一件事情 然後他們不得不妥協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男孩子在那邊為了他自己 愛的事情 很單純的為了一個事情在爭取的時候 他不由得被感動 對啊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部其實那個時候 而且當他 應該是說這部片強大的部分就是他感染力很強 嗯 對 很強啊 就是他到那個部分的時候就哇 當當他決定要去救他的時候 當他決定要上去的時候 雖然那個那個 點 就是他在那邊 的訊息真的是透露的非常的少 他怎麼知道 他怎麼那麼的相信說去那邊 一定會這樣 然後這個其實你的名字 透露的訊息還多一點點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好像要去那個地方 在那個時候有一個非常強力的牽絆告訴我 一定要在那個地方出現 嗯 但是 這個男孩子當他決定要去拯救他的時候 那個訊息好少好少啊 對 但他就是很相信一定要去這樣子 對 難道當情侶就讓女主角比較快樂嗎 我覺得裡面有一點啊 就是這個男孩子 他在裡面有 有一個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台詞 就是當他們在那個旅館裡面的時候 當他們進的花了錢到旅館裡面 然後 他們唱歌啊 然後吃東西 只是叫那個 只是 簡簡單單當他們沒有吃大魚大肉啊 但是那個東西很貴 然後吃那個冰箱裡面他們那個提供的東西 然後他講說 他其實就是暗暗的祈禱說 可不可以不要剝奪我們的幸福 你也不要再給我過多的幸福了 你也不要從我這邊剝奪什麼的 我們只要 一直停留在這一刻就好 因為我覺得 新海誠還蠻會寫那種 快樂這件事情 幸福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覺得 他有描寫到我感覺到幸福的什麼時刻 就有的時候我們覺得幸福的那一點是什麼 可能只是某個時刻而已 就覺得這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好爽啊 然後而且你 但是如果在這一段爽過後 你可能會開始有罪惡感 我們這麼快樂 我們這個時候這麼快樂好嗎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你可能會開始擔心起來了 你會開始怕說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事情沒有做 比如說功課沒寫 或者是我其實 是不是花太多的錢 對 可是在這之前那一段快樂是 是最純粹的幸福 然後我其實覺得現在還蠻 蠻會描寫這一刻 你知道嗎 他很會去抓那個 抓那個感覺 至少他在寫故事的時候 他很會把這一段寫下來 對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說 這個男生為了追逐這一 為了 為了這一點點這一刻的這個快樂 他永遠不能夠忘記揚菜這個人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那個什麼 天氣之子其實的愛戀這個部分其實寫的沒有 愛情這件事情其實寫的比較淡 男的有沒有喜歡養菜啊 男的有沒有喜歡養菜啊 我覺得當他開始意識到的時候好像 都是旁邊的人去旁敲側擊的 對啊 像他的弟弟啊 學長 這片可愛就是可愛的 他很會描寫這些特殊角色耶 就是每個角色都很有個性 他的弟弟 他弟弟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女人緣的一個小孩子 然後哥哥呢 這個男生就是 你真的太厲害了讓我叫你一聲學長 然後從這裡就叫他學長 就是 他很有辦法 短短幾個畫面 就讓你對這個人印象深刻 然後從而讓你覺得 就覺得這角色真可愛 然後呢他還會用這些配角 然後去玩一些特別的事情 讓你覺得說這段還蠻有趣的 像是小男孩 有兩個女孩有兩個女朋友 結果到最後被 被警被女警看管的時候 既然兩個女友會過來合作 然後 然後 讓只為了讓這個男生 能夠逃走這樣子 對 我其實覺得很可愛 知道嗎 至於最後的那個 那個三年下雨 你知道嗎 嗯 其實我覺得啊 新海城寫這個故事你知道嗎 其實是 就是 在說老實話 我覺得他在說老實話 就是 你嘴巴裡面 講的要環保 但是你真的有這麼在意這件事嗎 如果今天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會選擇什麼呢 他就是非常坦白的選擇這件事情 對 那 還有一個就是當世界和平的時候 如果沒有 比如說這個世界是完美的 但是呢 沒有一個 我沒有辦法 與我相愛的人相聚 那這個世界是天堂還是地獄 對 所以到最後為什麼 即使在滿地水蛙的區的那個什麼東京 基本上已經被淹沒了 他還在 他卻把這個東西 他把這個時刻做這麼的浪漫 為什麼 因為對他來說 這裡不是地獄 這裡是天堂 因為他跟他他愛的人在一塊 還有呢 我其實覺得他也 這一幕啊 我覺得也有一點透露出 新海城啊 呃 筆下的日本人 即使世界末日來臨 他們還是一樣照常過日子 但是我其實覺得也還蠻寫實的 真的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寫實的 因為 災難事不知不覺的 進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只會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不會每一天都 起人憂天 你知道 每一天都起人憂天 只有在2012 跟ID4星期中接著才會發生 而且那就是發生在三天之內 然後三天內拯救世界 對 如果他這件事情發生在三年 你就不會 每天都很驚慌了 他會變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後你必須要學著跟這個東西相處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什麼 裡面有 他有一些 刻意的玩一些小小的細節 雖然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過度浪漫 那 就比如說 世界的改變有沒有 災 就是天氣的 他不是在 有那種書嗎 有沒有 他到最後他去了東京的時候 有沒有 他在翻那個書 那個書 裡面有說一些 世界的改變 我們必須要什麼的應對措施 什麼之類的 然後 城市慢慢的被淹沒 那雖然他還寫了一些話 讓我覺得很有趣 你知道嗎 有一點自我辯護 遇到老 遇到老奶奶 老奶奶說 聽說東京以前就是 就是個湖啊 東京以前就不是地面啊 所以只不過是變回 變回原來的樣子而已啊 對 然後或者是他遇到那個神社裡面的人 說現代的人都 誤以為那個什麼 我們可以控制天氣 或者是我們可以防範天氣 但是這是大錯特錯的 在以前我們就知道 我們只能說在天氣的 就是 神明想要幹嘛就幹嘛 我們只能夠 在那個什麼 自然環境當中 苟且透身而已 也就是說 他這兩 這兩段都是一個自我辯護 就是到最後就是告訴你說 這不過是回歸自然的狀態 你不要妄想你自己可以改變全世界 你也不要覺得說 你奉獻掉一個別人生命 然後你可以 建議改變全世界是一件 正義與美好的事情 這是錯誤的 你一定要跟你愛的人在一塊 對 這個就是 跟日本一直以來的那種悲劇故事 其實是還蠻相合的 日本以前的文學 其實很喜歡 悲劇創作 通常都是悲戀的故事 都是苦戀 就是兩個人不能再一塊 或者到最後都是不好 結局這樣子 所以他基本上 我覺得他主架構 其實是講 是把這個東西 是引用這個東西 但是他最後是熱血的結局 對 就是 有什麼 就是有點 這有點那種 有點類似神雕俠律裡面 你知道 楊過跟小龍女在一塊 然後當大家都批判他的時候 他理直氣重 我說有什麼不對 我就是要跟他結婚 對 我就是要跟我的老師結婚 這樣子 那 這些都是他背後的那個什麼 他的議題 但是呢 你接受與否 來自於 他有沒有感染到 對 因為我其實是 我其實 對這件事情 我可以看到一個 我覺得 批判的面相 我也可以看到一個 認同的面相 但是呢 到最後其實當他 為了要去救那個女孩子 跳上神社 然後 歌那個流星 那個叫他們那個作曲 他們那個音樂團隊叫什麼 我記得叫Reword 什麼的 然後 等一下讓我查一下 叫做 Red Wings Red Wings 英文超懶 Red Wings幫他們做那個音樂嗎 對 然後那個女 那個 那個女生叫什麼名 三浦村子 對不起 讓我直接找一下 你的名字啊 三浦村嘛 過度 好啦 我也承認 當我沒有看任何 那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會直接 三浦透子啊 三浦透子 因為剛剛有人說過度 讓我那個什麼 心中一直有 有點在意 過度解讀嗎 對 但是應該是說我 只看了一部電影 我會直接對畫面做解讀 那你認為有沒有多的解讀 但是我其實就是 對畫面做解讀而已 欸 剛剛初哥你說什麼 什麼訊息沒有很明顯 你說的部分是 我就是在想說 他那個男生為什麼要幫他 然後他過去有痛苦的事情 然後其實都感覺起來 他好像有點暗示那個女生 他可能 那個媽媽 他的太太 是不是 是不是犧牲了什麼 我是說你說的那個男主角 怎麼知道要去神社 你覺得 他講的不清楚是嗎 對啊 我覺得沒有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前面 有講說 其實這女生有跟 男孩講過 說他曾經到了 那個時候 我知道啊 但是我其實覺得 那個時候他的 還是不清楚 不清楚 我就是覺得就是說 他為什麼覺得去那邊 就會成功 如果那個是 那個人把他帶走了 為什麼他去那邊 他也會讓他上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我懂 對 就是明明是這個神 假設那個神是有意思 他把那個 他把這個情女 把他帶走了 那為什麼你要去跟他要回來 他也讓你上去 你覺得這些都太理所當然 對這個太理所當然 好像那個丁耀是個任意門 你只要那個什麼 意念夠強烈 他就自從上去 對 然後你去那個草地上把他拉走 然後他就可以跟你走 對 就是 就是那邊有點太急轉直下的理想化 但是呢 他也我覺得那個手製作群也是知道 不然他不會在那時候唱歌 他要用唱歌來讓這一個 這個氣氛強烈到 這個地方太浪漫了 我不要 你不用跟我講太多 我也會接受 對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以前那個時候像是 像是魔界好了 軍隊衝下去的時候是不是要熊壯威武的音樂 對 那即使對方其實很強 打不贏 你明明以寡擊中然後你用強烈的音樂 跟那個什麼 就是然後再加上對方 對方放個 很害怕的臉 然後你就要贏了 好吧 就是 通常用一些音樂跟情緒渲染 可以把原本不合理的事情硬凹過去 為什麼 就是你這時候是情緒至上你的意志 意志力至上的狀態 因為你比他意志力堅定所以你贏了他這樣子 對 對 男女主角很像小偷家族的角色 是的 我其實那個時候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 這幾個孩子其實是 很邊緣的喔 一個敲架的男孩 跟媽媽過世的一個女孩 然後這個媽媽過世的女孩要養養他的弟弟 你知道 那 小偷家族是不是也是很像 就是一群邊緣人 就是社會被他沒有辦法在社會裡面獲得正常的 環境的一個區域的那個的一些人 那 小偷家族所用的方式是你可以發現那個什麼 四肢愈合的 角度是比較悲傷的 比較憂傷 可是新海誠的角度非常之有血 對 就是 他還賦予了女孩子那個什麼魔法的能力 讓他可以 讓這三個人可以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對啊 不過因為你知道就是 這就是新海誠他 不實際的地方 我每次看的時候也覺得他也很有趣就是這個人其實好像都過得很好 他沒有 他的故事裡面的人比較不會遇到 現實生活中的嚴重的困難 雖然這個男生其實已經在他的故事裡面算是有有遇到困難的人 就是前面有一段他一直找不到工作這個狀態 但他畢竟還是遇到了貴人 他一直在幫助 因為事實上是不太可 你說那種狀況 就是有一個男的 願意收留他之類的 然後他的那個環境其實是非常 理想化 就是把讓他去做編輯然後去寫東西寫東西然後既然還過了這樣 雖然他一直嫌他寫的少但是好像都可以用 然後遇到一個性感的大姐姐 對 然後性感大姐姐一直聊他 然後就一直一直笑一直取笑他他在看他的胸部 什麼的 但是你知道他看胸部這件事情也是辛海誠的色域 你知道 辛海誠其實還蠻喜歡強調 至少這兩部片 電機之子跟那個你的名字都 都一直很強調那個少女性徵這件事情 欸?胸部 男孩子碰到轉到女孩子的那個狀的時候他第一部就是看自己的胸部 對 但是其實 這也是很多男生會很習慣性會 我們我們第一時間 會去想的事情 他知道喔 他知道所以他第一時間 會把他畫出來給你看 對 但是因為 我覺得辛海誠至少就是他跟那些肉番比起來 他 他寫的比較溫婉一點 就是他比較 不那麼 不那就是他 他有把他美化過 美化到那種那個什麼 賈文青看了會覺得很舒服的狀態 因為 你知道賈文青最假白 好針對 對 如果當我畫 如果當我真的畫肉番的話 你就說 靠 你這很色啊 你這很噁心男 對 我才不要看你們這種 但事實上他們 他們在演示他們自己其實也愛看 今天一直針對賈文青 沒有 但是我的假 我現在針對賈文青也沒有針對任何人 沒有說誰誰誰就是賈文青 所以你就看你要不要對號入座而已 但是我喜歡這部片 你知道我喜歡這部片 因為他的感染力很強 所以當我跳到那個地 就是當 當他的音樂一放的時候 我喜歡 對 但是我其實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故事其實是很磨的 很毒會 而且其實是非常接受大眾可以去 大眾會很喜歡 對 為什麼 幹嘛 沒有沒有我在弄貓 就是這個故事基本應該是說 你的名字跟 天氣之子啊 都是非常偶像劇風格的故事 就這個故事如果去除他的奇幻元素的話 他可以當韓劇他也可以當日劇 對 那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東西賈文青會喜歡 因為賈文青 因為賈文青只是 比較喜歡 文雅事物 但是他們在骨子裡面喜歡的人 就是大眾的東西 對 所以 偶像劇風格 肥皂劇 他們其實是喜歡的 他們他們只是不喜歡包裝他的樣子 所以當你把它包裝的比較有文化 但是他會很喜歡 因為 他喜歡這些 有文化 的大眾 對文學 跟影片 跟劇情 跟戲劇 這樣子 對 但是我並不覺得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不好 因為我也喜歡 對 我也喜歡 對 我覺得我也不是真文青啊 因為我如果是真文青 我就說啊 我其實是 生活在 現實生活當中 就是我 沒有辦法 拋棄我現在的 工作的 東西 或者是我目前日常生活所面對的事物 然後 去做真文青的事 如果我要去 我其實以前 真的有想過 如果我要去當真文青 我可能就當戰地記者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個 或是我去 國外當義工 交換義工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那好像真的敢 在感受生活嗎 但是你去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真的 有沒有辦法受得了嗎 對啊 因為真正的文青 其實是比較不修蝙蝠 他們不會在意外在的 因為他們是從骨子裡面的文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為什麼叫假文青 假文青 因為他骨子裡面沒有啊 他就是只有在外在去包裝這件事情 所以 偶像劇外面包裝文化的 東西 跟美的東西 對 好啦 覺得侯孝賢廢禮 你 呃 這種應該是 真文青 嗯 算是 算是 對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種是喜歡侯孝賢禮 你廢禮 但事實上沒有看懂的 哈哈 有啊 他就是喜歡那種狀態 他喜歡坐在裡面 然後 呃 可是當我在問他想要問他一些 挖掘一些 啊 你覺得侯孝賢這部片在講什麼時候 他 他的 他的電波會跟我非常嚴重不符合 就是因為會發現他沒有辦法跟我溝通 他過來講什麼之類的 對 好啦 不過這樣講其實沒有 其實有點那個 有點對人家不公平 對 有可能他他描述的那個言語 就 就沒有辦法描述的很好嗎 因為我自己的情況是 我覺得我看一部片啊 我在描述 我在描述 我如何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會很努力的用 很平時的 方式去告訴對方 因為我希望對方能夠了解我 的意思 對 這一種情況 是我認為比較接近 曾文青的狀態 如果 你 沒有想要讓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或者是你開始用一些裝飾劇 然後當我問這個裝飾劇是什麼時候 你開始閃避的時候 我就不會認為你是曾文青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是在裝的 你可能在假裝 不然你為什麼要偽裝 你為什麼要閃避我 問你的問題 你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會講一些很 好像很厲害的名詞 對 可是當我要問這個名詞什麼意思的時候 他不願意回答我 對 你說空氣感嗎 空氣感 當我要去想要去跟你 挖掘空氣感這個字的時候 你惱羞成怒 那為什麼惱羞成怒 我是很認真的想要跟你剖析 我想要了解你在說什麼 對啊 還是 可是你可能就覺得說我是來 拆你的台的 對 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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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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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感 空氣感 這三個字還蠻美的 是啊 但是 我不了解什麼意思 你要不要告訴我什麼意思嗎 你如果沒辦法好好告訴我什麼意思 你生氣了 那我就會覺得你是假裝的啊 對啊 對啊 好啦 沒有我現在想要界定真與假這件事情啊 我界定真與假的意思是來自於說 你有沒有讓我真心誠意的認為說你懂 或者是你 你 你 要認真的跟我婆媳這件事 還是你在偽裝 你就是 你只是用一些包裝具 包裝式去把它包裝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寫文章的包裝 對 那寫文章的包裝會衍生到你穿衣服的包裝 跟你造型的包裝 對 那你的包裝底下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東西 對 還是你 還是你只是覺得別人穿這樣很漂亮 我要跟他一樣 不過 素雄的確是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很多人都是 其實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很去了解說 所有的 各種文化元素的內裡 他就只是跟隨別人 做一個包裝而已 這一點倒是真的 對 但是我覺得你沒有了解這件事 跟隨一個外 一個外在空 一個空泛格子 一個空泛的格子 他只是在跟隨那個格子而已 對 他們要去思考 當然 你如果不知道 不了解 我覺得也不是問題 但是重點 最讓我不能接受的是 你迴避去了解這件事情 嗯 或者是當我想要跟你 那個什麼 我們想要 一起了解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要跟你交換這個意見的時候 你在閃避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其實會覺得我很看不起你 對 因為 你想要 想要 變成這一種人 可是你又不 真的是想要 瞭解他 對 這就是我其實覺得 所謂的假這件事情的便宜在裡頭 對 好啦 所以你覺得新海城的東西是一個 也是文青拿來包裝自己說 我好像很喜歡 這個東西 我就很厲害的感覺 可是你 我覺得不會 我倒覺得不會 是 我的意思只是說 新海城的東西其實是 非常大 就是 至少天氣之子 你的名字 跟你的名字 非常大眾的題材 對 他之前的東西可能還比較窄 但是他找到一個方法 他找到一個方法讓自己 那個什麼 為大眾所接受 那 他為大眾所接受的方式是 參入一些 與別人對話的一些 就是這些 他的角色以前都不太跟人家對話的 對 那可是你會發現說 在這兩部電影裡面 他的角色跟別人對話的頻率變高了 雖然說 並不是說完完全全消失 新海城的風格 因為新海城的風格 到最後又跑出來了 但他知道什麼時候要講了 他知道 在 他應該知道說在 在什麼時候他要出中招 他最擅長的那個中招 因為他以前只會出中招的 他的電影可能只是短片 都全部都是中招 那沒有一個人能夠一直承受這種中招 對 對 那 就是你可以說那個東西有點走意思 有什麼之類的 對 那 他現在的電影是 他可能在最後的一刻 把他放出來 前面那一刻其實是非常家常生活化的一些 喜劇橋段 然後 但他突然間也了解說 如何花時間去讓觀眾喜歡這些人 而且 他還蠻擅長的 像我剛剛提到的 他他寫他弟弟 他寫那個洋菜的弟 他寫洋菜 然後他寫那個什麼 男主角他身邊的那幾個人 每個人都很有個性 對不對 但是 這絕對是他厲害的 他以前沒有那麼多時間 他以前在秒數五公分 或者是 那個什麼 雲之彼端裡面 故事全部都只有男主角跟女主角 旁邊的幾個人都很不重要 但是他現在其實是透露出 其實他很 他也不 他這方面也蠻厲害的 他有辦法很快的就讓你喜歡上之前配角 對 也就是說 其實新海城是在進化 是 但是你要看 有些很宅 就是比較喜歡他以前的樣子 會認為他在退化 但是 從我的眼光看起來 他其實學到很多新東西 而且他學的新東西 是有辦法讓大眾喜歡他 嗯 對 這個不這個很不容易 但是可能是很多 我覺得很多喜歡他以前的人會覺得他不純粹 對 對 但是我不會這麼覺得 因為 我還蠻喜歡這兩部片 其實很多很成功的導演都有這樣的轉變期啊 連周星馳都有 但是有一個情況啦 就是 天氣之子的風格跟 呃 你的名字其實是極為接近的 就音樂啊 然後畫面啊 你可以幾乎 就是剛剛前面有人講的幾乎是同一個宇宙觀 的確也是同一個宇宙觀 因為 因為 因為你的名字裡面角色有在天氣之子裡面出現啊 對 而且還蠻 而且還蠻驚喜的 你知道 就是你剛看到的時候 欸 那個不是誰嗎 對 你會覺得很 呃我還蠻喜歡的喔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 就是 有一種那個他們的故事並未結束的感覺 他們還活在 別的故事裡面 嗯 對啊 雖然他們的就是這一次他們不是主角了 就是這不是他們的故事 可是 看到他們還活得好好的其實是一種 還蠻令人開心的一種感覺 對啊 就是你會知道說他們的故事 仍在持續 對 沒有沒有就這樣 不見了這樣子 對啊 願意做出 其實我覺得阿 辛海成在做那個你的名字 他自己在訪問的時候曾經有說過他壓力很大 因為他其實死掉未及到會會這麼的受歡迎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他做天氣之指阿 也可以說他是小心翼翼的在做 我覺得他應該是小心翼翼的在做 對 因為 片商可能希望他再重複一次 對 那 對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一部其實跟 你的名字其實是他的那個風格其實那是極為接近 對 就是他的音樂團隊啊 然後他的攝影的那個方式其實都是很像的 我甚至就覺得有趣的是連他們選那個角 選那個配音啊 選角 你知道選配音的演員啊 都讓我覺得他其實是也也也跟 你的名字其實是很像 你知道 他基本上選擇的是 演員為主的那個時候的方式 嗯 對三有也是有聲優啦 也是有 那個什麼 知名聲明星聲優 但明星聲優 基本上選擇就是可能單槓的是配角 嗯 不過我也不曉得 這是不是現在的那個 劇場動畫 有沒有 比較喜歡的處理方式 因為現在那個什麼 其實像木村拓哉啊 或者是那種那個 藏著雅美啊 其實都常常會在一些那種那個劇場版的那個 動畫裡面 也配音 嗯 對對對 現在人在擬明的方向 覺得311地震的發生對他創作有 我覺得應該有 應該有 因為其實他的 他的故事內容就是告訴你說 日本人其實是 世界末日來他們照常生活 對可是你知道日本其實過去在311的那個什麼地震的時候其實 是有對他們其實應該是造成蠻大的影響 那一段時間日本也是蠻蠻長出現那種 傷痕的那個什麼作品 嗯 對就是那種在地震 就是 星哥吉拉是比較明顯的 那有一些人比較內景就是什麼地震 之後有誰死在那個地方 什麼之類 就連那個 就連那個東以龜吾的那個也有 一定會出現 對就是都會在裡面或多或少的出現 一定會出現 沒有出現才奇怪 對 但我們你看到我們的創作啊 我們台灣的創作 921就很少出現了 其實 有一些啦 其實有一些啦 但是他不會變成一個 大家覺得好像常常會 掛在嘴巴上面 然後 的一個那種話題 你知道嗎 所以很明顯的 不是台灣人的傷痕嗎 沒有 我覺得台灣人的傷痕是台灣人不喜歡面對這種傷痕 就是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其實不是很喜歡 在 作品當中顯現 我們會在作品當中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喜歡去把它明確的點出來 你知道 這一點像 之前有 我 這是不是那個陳佑那邊有曾 你有講過 嗯 所以我曾經曾經看過一個 評論 就是國外的評論 就是對於台灣的小說評論 就提到說其實台灣的小說家其實非常不善於描繪性愛 就是他們不太常描繪日常 性愛這件事情 然後這對外國的小說家覺得很疑惑 說性愛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嗎 為什麼你們從在作品當中永遠都在回避這件事情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可能是以外國人的觀點然後覺得疑惑 因為外國人 在外國人作品當中可能做外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對 但是對台灣人來講 台灣人的那個假掰的性格啊 就可能會把一些那種 覺得這件事情很醜惡 然後覺得就會迴避他 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 他講的應該是 像我之前讀一本美國的科幻小說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眾的那種很娛樂向的小說 可是他裡面只要講到那個男女關係一定就會寫上床 可是在台灣呢你要找到性愛的場面的那個描寫啊 你只能去翻純文學 只有純文學的小說家才敢在作品裡面露骨的描繪性愛 那如果要走到比較比較大眾向的可能就不會 台灣的作家就比較不會去寫往那方面去寫 那我覺得跟你剛剛講的那個現象有一點關係 就是因為其實在台灣也許支撐這個 就是輸的這個市場的有很大一部分 他們其實是你知道比較就是可能假掰啊 他們可能比較不喜歡看到這種東西的人 所以呢也許就會閃避掉 那當你要讀 那當你要讀到純文學的境界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會用那種眼光去看性愛了嘛 那可是呢很顯然的 純文學的書就比較難賣嘛 對啊我覺得這可能有一點關係 我只能覺得說我只能想說之後會不會改變 因為我其實覺得現在的 青年領域啊的結構正在改變當中 嗯 這一點可以從我 你知道我最近無聊都會去逛Dcard 嗯 雖然我沒有我沒有帳號我沒有辦法留言 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會看 對但我都會看一下Dcard看一下他們的對話 嗯 然後我最訝異的是Dcard其實有也是有信版 有啊有啊 對可是Dcard的信版跟PTT的信版非常的不一樣 哦怎麼說 PTT的信版大概只會聊聊他們的那個 一些事情就會聊他們那個性愛的那個事情而已 嗯 可是Dcard呢是會坡圖的 哦對啊 也就是說他們對於性愛這件事情 的開放尺度是越來越大 是啊 對當你去看PTT的那個什麼 在討論Dcard的時候他們還會覺得Dcard很噁心 對 也就是說Dcard的這邊的那個什麼性版的人 可能仍舊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宜不宜這樣做 對吧 對可是Dcard的人會 而且Dcard的人其實 目前的情況就是他們會 PO出來然後把旁邊全部皮掉了 嗯 然後只會為什麼為了跟版上的一些男生調情之類的 對 那 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這個情況 就是 代表說我們的那個人口組成對於這些議題其實 的那個什麼 正在正在正在改變 我們的態度在改變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年輕世代對性愛的那個太多 對 開放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重點是 即使我們開放 可是我們看待性愛這件事情 它依然是性愛 然後依然是一個 還沒有記住自然的 那還有路線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條路要走啦 甚至 我們看性愛 也就只是欲望的發洩而已 懂嗎 所以為什麼 因為你看像純文學作家他們在 他們的小說裡面會放一些性愛 看這件事情還是一個 它好色好經濟喔 所以我好喜歡喔 這種感覺 或是它還沒有到像剛剛說的自然 甚至我們如果去解讀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去看待這件事情 還沒有到那種階段 你懂嗎 所以呢 今天呢 所謂的我們的性的觀念開放 永遠都 就是還停留在 我們只是 有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在那邊互相展現 展現身體 然後滿足色域 而不是說 我們如何從這個事情去 去了解我們是誰 了解人的生活 不是你講這個讓我想到我前幾天 才跟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人的對話 就是我跟他去逛書店 對 然後他就是 然後我就跟他抱怨說 我其實覺得啊 現在我 很難找到好看的漫畫 我現在發現那個漫畫的出版社 現在都是出青小說 可是對我來說 我其實 在情感上還沒有辦法去看青小說 對 那我就問說 那青小說跟小說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對 他說 青小說的 他給我一個回答是說 他覺得青小說 是比較沒有負擔的 啊 什麼意思 就是 寫青小說的人 真的是存衛的讀者 給青小說提供的讀者 基本上是純粹的 是純粹的娛樂 他不要在裡面 有很多 有什麼大道理之類的 對 可是他這樣講我就 可是他這樣講我就不服氣了 我說 我們當時看金庸的時候 也 一開始我也是想要從裡面獲得娛樂 對 我不是一開始去看的時候 我就想從裡面獲得大道理 對 大道理 應該是說 你要講人 就是任何的作品 到最後都會有一個主旨 然後這個主旨可能會 會是所謂的人生教訓 對 就是SING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看電影 也是會有一些 看到最後你解讀出來 會有一些人生教訓 可是在一開始絕對不是為了人生教訓去看電影 也不是因為人生教訓去看小說跟看漫畫的嗎 你是看 看完看完看完 你好像越來越了解這個作者以後 你去解讀這個作者 他 在這個故事背後 他可能 透露出來的東西 那有的時候是有意思 有的都是無意思 對 那可是我不認同說那個什麼 你一開始 為了要去獲得人生教訓而去看這個東西 對 那 我只是突然間聽到你講那個 我想說 我去看低卡我可沒有想要獲得什麼人生教訓 我去看純文學 對 可是我看純文學的性愛場景的時候 我也只是想要看性愛場景了 哈哈 是沒錯 基本上很少有人會為了性愛場景去翻 純學的性愛 而且重點是 重點就是說 像例如說你拿宮崎駿好了 宮崎駿他的故事很有娛樂性嗎 你其實不知道他背後的哲學思考 你還是可以看得很開心嗎 但重點就是 他裡面有啊 我其實是覺得到後來 我其實是覺得我比較 這一點就是我覺得我希望自己是比較小人 然後 我不想要讓自己變成君子 雖然我有的時候常常會在那邊 對一部電影去解讀他背後的意義對不對 但這不代表說我覺得看電影一定要看出意義來 是沒有 我覺得最主最最主要的目標 仍舊是要有娛樂 我覺得娛樂仍舊是大過 這是你你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看之前媒材 比如說看動畫看電影玩遊戲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開心 所以就是第一點還是要先獲得娛樂 對獲得娛樂之後 才來談說他有沒有什麼人生教訓 那個是副產品 對我自己是這樣覺得的 我覺得這樣比喻好了 今天看科幻片 有我們可以挑變形金剛 也可以挑銀翼殺手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都看嗎 然後我們看變形金剛的時候 用變形金剛的想 用娛樂科幻片的角度來享受變形金剛 看銀翼殺手呢 我們知道說我們要挑過來 我們要去看別的東西 不是享受娛樂 那 不我不認同 我看銀翼殺手其實很娛樂 我覺得其實這跟你跟那個片的緣分有多少有關 對不是 我指的娛樂不是說我獲得人生教訓而獲得 銀翼殺手 我喜歡他 是因為那個頹廢美讓我覺得很自我很自愛 對嘛 可是你就不會想去看說 喔 但是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快樂啊 是娛樂啊 是啊 可是他不是人生教訓 不是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我不應該 我不應該因為這件事情好像說 喔他很有哲學理念 所以你要喜歡他 對對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今天 我們可以只看 爆炸打鬥 然後我們用那種方式去看他 我們也可以看另外一種 影影殺手這種的 也許他頹廢啊 也許什麼什麼裡面的什麼東西 我們很感同身受啊 那我覺得 性愛在台灣 這個地方 的 或是說我身邊看到的啊 感覺就有點像是 大家呢 只能用爆炸的角度 去看科幻片 所以呢 他們呢看科幻片也只會想要看爆炸 所以呢慢慢的 創造科幻片也只拍爆炸了 我覺得就是性之於文學 可能就有點像是 爆爆炸至於科幻片 然後大眾呢 只看爆炸 所以呢 之後呢大家呢可能就 只拍 有爆炸的科幻片 或是呢 就不拍沒爆炸的科幻片 我的感覺有點像這樣 是 但是我這一點我同意啦 但是你知道 為什麼嗎 因為大家爆的還不夠多 真的 我們壓抑了 我們很壓抑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想到 都只有發射 都只有發洩 你說講的東西是發洩到 我就有點疲乏了 然後我才開始去探究一些別的東西 這這點我其實覺得 有點像是比如說 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我以我自己 最近的工作經驗好了 我最近的工作經驗有一塊是 我要拍EPK 什麼是EPK呢 就是那個 幕後花絮 對 那 我進到一個環境裡面 開始拍他的幕後花絮的時候 一開始 都在開拍很 大 的東西 就是哇 那個場面 哦 然後那個那個攝影機 然後那個演員 哦 那個造型之類的 但是呢 因為 一直重複 兩個禮拜 每個禮拜他們都在拍一樣的東西 然後拍到兩個禮拜以後 我就不太想要去選擇那個大場面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已經拍過了 對 這樣對我自己後來整理畫面上面會很麻煩 因為 都一樣 我不能夠拍一堆一模一樣東西 這樣選畫面是不行 所以呢 最近 這一兩天 我開始拍很人文的東西 我開始拍那個人無聊的時候 工作人員休息的時候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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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對方 互相在鬧對方 玩對方 就是 沒有啊 就是他們很累啊 很累 然後有人在 然後他就拿那個道具塗他 那個 就是工作人員拿道具 互相搓對方 這樣 太怕了 對 他們在玩 然後再抓他們私下的那一面 嗯 然後或者是當工作人 這樣 威威你那個 你也一起抓下去 不是啦 我其實希望他來抓我啊 因為 我希望那個時候能夠更融入對方的那個 就是這個環境裡面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目前對我仍有 仍我一點隔閡 有一個隔閡 但是我覺得也 這是難免的 因為我其實畢竟不是他們那個 工作環境的人 對 我是一個亂入的人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現在這樣我已經很感恩 就是他們容忍我的存在 對 那 那 這就是 我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聲門 我如果今天是個處男 我碰到一個裸女 我一定是很想要 看胸部摸摸什麼 對不對 你可能 可是可能你跟他做外做了一年兩年以後 你才會開始探索一些 背後的事情 我們這樣做到底有什麼意義 一年兩年好像有點久了 沒有 就好啦 隨便啦 你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就好 我現在 我現在的意思跟陳佑祥講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 疑惑說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探究更後面的意義的時候 因為他們 根本就還沒有享受好現在的東西 就是你 你這些東西要一直不斷的弄弄弄弄到 他們都膩了 他們才會開始 開始想像別的事情 而且其實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像我目前都在討論所謂的那個人生經驗 人生視野的東西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有沒有好的前輩也寫過類似的好東西 因為這種 比如說真的我們台灣作為一個很會描寫現在場面的人 而且他真的寫得很好 不管是內容還是說心理層面都寫得很好 那自然仍然會有一個好榜樣在前面 是 這是一個所謂的作品風格的累積下來 正是因為說大家目前心理層面還沒到 然後也沒有一個真的很有能的人突然挑戰 這類型然後成功變成一個好榜樣 所以目前的情況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講的這個問題就已經是 因為我原本要表達的只是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人他們都不知道 或是不習慣甚至呢 沒有意識到說他們只用某一種眼光去看 看性愛 但是你說的這個的話就已經變成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本來在台灣閱讀基數就很低啊 只有一小撮人 假設啦 又拿剛剛變性金剛跟音音沙燒來講好了 假設只有一小撮人 在看科幻片 然後他們呢 又只用 爆炸的眼光來看科幻片 那當然 另外 可能音音沙燒這種的就活不下去嘛 那一樣啦 因為今天只有一小撮人 在看 書 所以呢 自然就很少 有人可以靠這個去把它普及下來 但事實上是有的喔 其實大家如果 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私底下分享 就是說 是有人 可以 把那個 故事 然後呢 把那個意象 然後把性愛 都描寫得很棒 就是你要靠靠 也可以靠 然後你想要在裡面 看到一些文學的表達也有 因為我就是有看過 你知道嗎 就是某天我本來只是抱著一種 色色的心態去翻開某一本書 想說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寫性愛的 結果一看 哇 驚為天人的字 真是太好看了 是有這種東西的喔 那你怎麼沒有寫書評來推薦這件事情 對 應該要寫 我意思說 可是今天因為 你跟我說你看過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啊 陳又提的畢竟是 所謂大環境問題 大環境包括作者 也有包括觀眾 對 沒有啦 當然我現在告訴你 只是因為說我自己 觀察 跟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但是我也得承認 我的閱讀也許也沒你多 對啊 但是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感覺 但是 呃 這種情況 也 不令人意外 因為 就算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變形金剛 跟引力殺手的情況 那我為什麼剛剛會 為什麼對引力殺手 那個 呃 不是娛樂這件事情 反應有點大 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你要把他形而上話的話 可能就會變假文青 你知道嗎 就是你把他神話 其實應該是說 我覺得那個 我喜歡引力殺手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高尚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其實就是自嗨 我其實就是中二 我就是喜歡那種感覺 我喜歡身體上面有機械 那種很很帥很帥的感覺 我不用特別去美化說 啊其他他他其實比其他人都好 或什麼的 不用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以這個情況 他可能 呃 引力殺手裡面的那個男主角 代客 可能跟 同人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可能跟刀劍神域裡面的同人是差不多的 可能跟海賊王裡面的那個魯夫也是差不多的 對 他們都是一次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次同 只是我比較喜歡那個 我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現在會有一個問題 啊 我們前幾天都在討論這個東西 你知道 討論台灣人對 對於那個 什麼 我也覺得不一定是只有台灣 我就不要 不要那個什麼 不要攻擊 不要那個莫名其妙就攻擊 你知道嗎 但是我也說 因為我住在台灣 所以我看到的是我自己 住的地方 所看到的情況 OK 好 先打消毒 你知道 先打預防針 就是 人啊 當他喜歡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他會神話他 然後去貶低其他他不喜歡的東西 你懂我的意思嗎 嗯 對 呃 這一點應該是說 比如說啦 美慢 這個群 這個族群 他會把自己的東西抬得高大上 然後其他東西都是不屑於故的 的爛東西 之類的 那 比如說武俠武俠東西 會不會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美慢比較好 比武俠好 多美武俠這件東西多 多鳥啊 之類的 對俗氣啊 什麼的 那這一點這一點可能會變成那個 曹文化會把一些 比較邊緣的一些類型 然後把他貶低成俗的文化 別的不提吧 像是 歌仔戲 像是布袋戲 對 就是他們也有 因為說在 應該說最近在看那個什麼刀桌藝術啊 然後在觀察他們那個東西 其實會發現說他們其實有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很厲害的一個 對 美感 對 內容 這樣講 就是 你要說他是藝術嗎 他應該是說 任何東西你會把他講藝術 又可能又會陷入那個把他神話的那個循環裡面 知道嗎 我只是覺得他們的內容其實是很有內涵的 對 只是說 呃 可能他現在已經不見容於當代的他已經不是很草的東西 當不是很草的東西 然後他們其他人會把他貶低為俗氣的東西 然後可是 那 這其實就是一種類似族群騎士的一種狀態吧 對啊 所以我其實才會變成說我好像有點有點緊張就是說 我不是說我喜歡 喜歡那個什麼 銀翼殺手我就骨房自傷說只有這個最好然後爆炸的不好 但是因為事實上我也很喜歡賣個貝啊 嗯 對 就是我也喜歡星際大戰我也喜歡星際的迷航技啊 對啊 那這些東西有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互相戰對方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變成自己是獨尊的然後其他的東西都最爛嗎 對啊 那這樣子我這一個什麼都喜歡的人是不是 是不是 感到會會感到很痛苦 不過陳佑剛剛也沒有講到獨尊的 沒有啊 因為他剛才講這個比喻的時候我其實有點反應 我就是突然間有點反應啊 就是想說欸 我那個也是一種娛樂 那個東西可不是說什麼藝術啊 那其實就我的論點啦 我的論點我覺得喔 每一個作品每個人的感觸都不一樣 就跟就看說你跟這個題材有沒有緣分 我一直是以緣分來看著這個事情 所以說陳佑講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是不管是目前社會環境啊 或是目前觀眾跟作者啊 那個緣分還沒到 是 那我其實要提的是說 喜歡純粹的性愛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啊 是沒有我想要提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心愛有罪 對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 就是不用 我其實是覺得享受純粹的娛樂這件事情 是沒有錯的 是沒有罪的 不需要從裡面硬要挖掘出一個什麼 嗯 是啊 什麼藝術的東西 或是你要從裡面文藝載道 因為那天我們才在提這件事情 他在講清小說 他在講清小說那個時候 就是很娛樂 然後沒有一定要從裡面拿出一個東西來 說我感到不服氣 因為我那時候感到不服氣 因為我說我以前在看影響傳說的時候 我也是想要獲得娛樂的啊 我可不是要從裡面 去拿到什麼高大上的東西的 然後 說老實話我也曾經看過純文學 但是我在看純文學的時候 我其實當時的目標 我也就是想要看故事的喔 對啊 那想要看故事的一個前提 那就是要娛樂啊 要不然你就去看意識流 對不對 對啊 那就沒故事啊 因為我那天之前曾經跟蘋果小姐有非常強大的 就是有很 起爭論啊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做藝術的 然後他在做藝術的時候 其實都 藝術其實 注意的是表達那個訊息 嗯 然後所以他對 因為他是 在修那個什麼 博士 對 那修博士他就其實在提說 這個什麼 藝術界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規範 那就一定要 怎樣才能 我那時候一聽我就覺得很不服氣啊 那說你的意思是說大眾藝術不是藝術嗎 還是你這個所謂的有意思在行使一個東西 他才被稱為是藝術 那今天你這樣子說 也那個什麼 在 那些原始人在牆上面畫東西 難道他們是想要做藝術嗎 不是吧 他們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那個是不是藝術 那是一種大眾藝術啊 對啊 那你怎麼可以認為說大眾做的東西 其實不是藝術 反正我之前就是跟在這邊 在爭論這件事情啊 但是所謂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 藝術的很多 我覺得很多藝術其實自然而然形成 對 那你不用是為了要 真的要去做某個藝術 然後 來行使這些東西 那你這樣你就會歪掉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這也是我剛剛從剛剛一直到現在一直在強調 我覺得 不管你去做什麼東西 你的前提都應該都要 在一個 你自己很喜歡 你才從這中間可以獲得快樂的一個前提 要不然你就會歪掉 你就會開始不喜歡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你會很自虐的認為說 我不是在做我自己的理想嗎 就是我剛剛在騙頭不是講的事情嗎 對 你可能不知不覺在做你自己 痛苦的事情 但你還一直在那邊說服自己說 我現在做這件事情是很棒 但是 有點本末倒 但是你知道你的你的這種 不快樂其實會投射在你的作品上面 嗯 就是我覺得很多我們覺得好看的東西啊 電影啊 或者是小說啊或者動畫 在一開始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感覺到他 很快樂 所以觀眾也獲得得快樂 嗯 對 那在大家都獲得的快樂以後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從背後去 我們意猶未盡 我們從後面再去挖掘到後面有什麼 像我現在在聊天氣之子 我也是看了又意猶未盡 然後我開始挖掘到後面有什麼 但不代表說我為了要看這個 而去看天氣之子啊 對 我去看天氣之子 當時我想說的是一個純粹的一個 爽吧 對不對 那個音樂很好聽 那個畫面很漂亮 那個女生很可愛 然後這些人的個性都好可愛喔 我覺得看這部片我一直笑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很甜 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的基礎需求 我基礎所碰到的東西 只是我後來 經過這一輪的那個感官情緒以後 我開始去思考這個故事背後 本身寫出來是不是還有什麼東西 那當然也可能會有人說 我就是過度了 對 因為他沒有感受到 可是我感受到了 對 不過在這一點 我就說我其實就是分享 我自己在這片裡面看到的東西 對 是不是真的是他的意思呢 也不一定啊 對啊 但是回到我們之前不是講的 這是作者遺史論嗎 對 我現在提到的是 我從這部片裡面看到的 我感受到的東西 我們聊到好像已經有點 有點稍微太偏了 不過我覺得陳佑他想問的問題 應該沒有那麼複雜嗎 沒那麼複雜 我其實只是對於他 只是對於他提的東西 我在表達我自己感覺 感覺的那個什麼 我的感覺 簡單而言 其實陳佑想問其實就是 為什麼 沒有人寫跟沒有人看 沒有人接受這個事情 也沒有我只是覺得 我的觀察是好像 很少有人意識到說 可以用 嗯 別種方式去看待 那一件事情 對 但是我其實 我為什麼剛剛講那麼會特地別提到D卡 就是覺得說 以後 可能會產生質變 因為我們的那個大眾的那個什麼 對於某些事物的觀感已經正在改變當 已經在轉化當中了 就是我已經看到了我那個時代 不會發生的事情在發生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也許以後 會開始出現這種創作 因為 對 因為生活 你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你會 你會創作出什麼樣子的東西嗎 創作通常是生活的投射嗎 所以我才會講 我們才會在那邊解讀說 新海誠 就是沒交女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寫這種動 他有 他有這種人生經驗 他才會寫出這種東西 對啊 那也就是說 所以當那個什麼 重慾過度的膽女 你知道 可能就會寫出那樣子的東西 對啊 像文雄 像文雄他可能到最後寫到後來會寫 方式文雄到最後可能會寫出別的東西來 你說 素雄的意思說 目前台灣的那個大部分寫出的都還是那個 性愛能力或性愛經驗不佳人嗎 我覺得是 其實有可能 我覺得是 因為目前應該說台面上的文學 在描寫性愛上面 其實人是不成熟的 或許可以這樣講 因為應該說 台灣人整體性愛表現都不成熟 整體的表現 台灣人必談性愛 既然一直必談 因為創作是生活的延伸 如果真的大部分人都寫不好的話 那代表說大部分人性生活其實也都不成熟 沒有還有一個問題 是性生活良好的人可能沒有想要創作 過太爽 也是有可能 對 不舉的人才可以寫不舉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 一直舉的人他可能覺得生活很幸福 他就不會 前幾天我們才看到西關姐在分享周杰倫的那個那首歌 周杰倫那個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啊 他當他功成名就之後 對 就是他意思是說 他那個在批判是在說他的創作能力變弱了 他的歌詞我是怎樣播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那個MV真的是一個很普通的MV 對 他的意思就是 因為那一篇其實 因為我不是周杰倫的歌迷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講得很犀利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他以前的東西很爆發力 那個創作能量很強大 過到幾年近40了 他還在重複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那個 就應該是說身為他的始終迷 就感到相當死亡之類的 但是我其實覺得那也沒有奇怪 就是說 他裡面 西關姐所寫的注腳 就是他 我覺得西關姐就是認同這件事 所以才會引用那個影文 就是創作其實是需要巨大的寂寞 痛苦 他才能夠強大的創作力量 對 那當你生活過的太爽太過 幸福的時候 你就不會特別的去 你就不會把這些情緒投入 投入在創作上面 對 也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的所謂不舉的人 才有強大的創作能力 或者是 或者是上不到女孩子 才有辦法寫 他就是現在過得很爽 對 他就是 他如果覺得自己過得非常的幸福 然後那個什麼 左擁右抱是在那個狀況當中的話 但是 但是如果你左擁右抱在狀況當中 可是你到最後仍舊不快樂 你就可能會有一些創作能力了吧 對 對 好吧 但是那個MV代表說 現在中間是最富有最快樂的狀態 所以他只能 跳出這麼 他寫出一個那個攝影師 然後那個什麼 過得很窮 可是賣珍奶的人 就比他有錢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說 哇 好八股 我看了一個 我大學看到現在 常常看到的MV 沒有可是 應該是說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發現說 其實情愛啊 男女情愛一直是千古不變的 的題材 對 就像我之前在提到說 父子情節 永遠是一個那個 喜歡創作的一個能量 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八股 而是在於 他重複到大家已經習慣了 太習慣了 真的 所以導致你沒有驚喜 不過 一大圈回來 新海城也有這個危險 喔 對 已經 我已經開始聽到有人覺得說 覺得他 他好像那個 再重複 對 雖然我自己仍舊喜歡 我還是蠻喜歡 天氣滋滋 我還沒有看膩 但是看起來有些人其實是 是開始不滿意 對 就是我剛剛在講的是一些 那種喜歡原資原位的 心海城的人 這樣子 對啊 Alright OK 好啦 這個什麼 天氣之子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喔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